韩国守卫斯多及殉道者圣人 金大剑神父的大理石雕像 9月16号下午 被安放在圣伯多禄大殿外墙的壁坎内 这一天正是圣金大剑神父殉道的日子 将雕像盛放在梵蒂冈的想法 使于纪念圣人承诞2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并得到韩国主教团的支持和推动 因此韩国天主教会约有300名信友组成的代表团 在当天来到梵蒂冈见证这重要的时刻 教宗放弃个16号上午 在克莱蒙大厅接见了这300名韩国的代表团 教宗对这个被选为2027年下届世青举办地的 亚洲国家的教会寄予希望 谈话中教宗的思绪停留在青年人身上 呼吁韩国教会关心青年说 尽管你们有着美好的信仰历史 尽管你们满腔热情地展开了伟大的牧林工作 但仍有许多青年 包括你们那里的青年被效率和消费主义的虚假神话所诱惑 被享乐主义的幻象所迷惑 青年人的内心另有所求 他们的心灵是为更广阔的视野而造 因此请关心他们寻找他们 接近他们 向他们宣讲福音之美 使他们内心自由 成为真理和友爱的喜悦见证人 此外 教宗也邀请众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和平的使徒 就如同圣经大剑一样 圣经大剑在澳门学习神学时 曾目睹鸦片战争的恐怖 然而在那样的冲突环境中 他却设法为许多人播种和平的种子 显示出他渴望与所有人相遇和对话 这激励着我们成为旅途中的伙伴与修和的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靠的证据 表明未来不是通过武器的粗暴力量来建构的 而是通过平野纪人的温和之力来实现 会谈结束后 下午三点由圣座圣职部部长于心直书记 在圣伯多罗大殿为来自韩国的信友 主持韩语弥撒 并在下午四点半 由圣伯多罗大殿总督贝干蒂书姬 为韩国雕刻家韩正谢 用意大利卡拉拉产出大理石雕成的高四米 众约六顿的圣经大剑神父雕像 主持隆重将福和揭幕礼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